好 本威廉姆斯一生哨想2015亚洲杯C组第一轮 伊朗对巴林的比赛已经开始 身穿白色运动服 从左侧向右侧进攻的 这是伊朗队 巴林队身穿主色为红色 肩膀上有白色的球衣 直传没有越位 到禁区里面 但是没有接应 自己选择直接打 效力于英冠的查尔顿队 也算是海归球院 巴林队前场的B抢也同样凶狠 巴林队开场这几分钟 场面上不落下风 前点幸好伊朗球员解围 但是变成了后蹭 约翰 奥孔万尼 差点逮到机会 倒沟射门其实射得不错 但是这个角度太小 看球不错 倒进去里边 这想学范佩希的投球 结果没有顶好 保抄后点非常的坚决 中场配合 直传漂亮 进去了 德加加单刀打门 被扑出来 还有捕射吗 29岁的贾布尔 现在也是巴林队出场54次 这个定位球 双方攻防球员 站成一线 往进区里走 打门漂亮 这个球 力道十足 只可惜没有钻到球门 这是冲向了看台的方向 再给出来后点投球打门 右脚来打 没有下坠到位 要是再远5米的话 说不定能飞进死角 那柯南的射门 善布林安主阀 贾布尔扑出来 外围有打门的机会 球进了 上半场伤停捕食 最后一秒钟 其实已经过了一秒钟 右脚队哈里萨菲 禁区边缘的右脚撩射 攻破了巴林队的大门 1比0 现场的伊朗球迷沸腾了 贾布尔还是被自己的后卫队友干扰了 球没有能够打得更远 两个人抢到一起 而且也回不了位了 外围远射漂亮 搓手 但是还好 球没有向前继续滚远 五光进区里能强点 外围也有一脚远射功夫 胸部停球 左脚打门 完成的一气合成 这次长船 找到了约翰打门 看看外围还有没有 左边再来一脚 巴林中锋也相当不错 这脚射门有功夫 左脚抽射打出一个弧线的落叶球 哈吉吉幸好位置占得不错 你看很明显 一个中锋 两个边锋 边路拿着球 中路就只有两个接应点 还是越位了 这还是要吃黄牌 太明显已经越位了 不管从 越位这一下 刷甲一只越了半个身位 但是中路还非要踢进去 太明显 应该是阿里巴巴来赌拔 直接打到了门将怀里 门将又把巴林队的阿一石给重新撞倒一次 跑步骑阿一石今天还是表现相当活跃 确实阿一石站在那 根本就不想回身跑 冲着哈吉吉去阻挡他的路线 阿曼队0比14岁 韩国险些绝杀 球进了2比0 第二个进球来了 7号少甲一接应脚球 又是一次利用脚球得分 脚球开出来 前点两个人掩护 然后少甲一就在点球点旁边一点 这一脚推撤 脖甲家在商量 我们带着脖甲家来处理 直接射门稍稍高了一些 印象深刻的 除了开场的那一段时间 阿布多尔 好 本威廉姆斯推想了中场哨 一朗队凭借上半场 商亭股市阶段哈伊萨菲的进球 还有下半场哨甲一的进球 两个脚球带来的破门得分 2比0 亚洲飞首战战胜了同组的巴林队 我们下一个脚球带来的 我们下一个脚球带来的